大家好 今天最重要的新聞就是美國國務卿迪勒森開始了他的東亞之行 他先去日本然後去韓國和中國 他這一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應對日益緊迫的朝核問題和朝鮮導彈問題 他去中國另外一個目的呢就是為川普和習近平的會面打前站做一些鋪墊 當然他既然去了中國免不了也會談一些經貿其他問題但是首要的對美方來講 他要談的議題還是朝核問題 既然去了韓國和中國免不了也會提薩德這個事 我想除非接下來兩個月朝鮮那邊有些什麼比較大的動作 比如他又搞核實驗了又發射遠程火箭了 那麼這個時候會讓人感到靠經濟制裁朝鮮的策略已經完全失敗了 今後再別提什麼制裁的事了 必須要重新構思對朝鮮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那麼到那個時候薩德會成為一個比較次要的話題 否則的話 直到薩德的部署甚至部署之後很長時間 薩德都會是一個不斷被人吵吵起來不斷被爭議的一個話題 中國這邊呢是反韓運動有了新的進展 我今天早上看到微博上有條消息 那就是 安徽蘇州公安局的官方微博發了一條消息 說受到薩德入韓的影響 蕩山一名精神病人病情復發 手持菜刀揚言要殺韓國人 公安幹警 靈機一動 謊稱要加入他 要加入他抵制韓國的這個隊伍 然後趁機接近他將他制服 送進精神病院 當然這種個案的愛國群眾們肯定會說 就是說愛國運動嘛 蓬勃發展參與的人多了 免不了混進一些沙子 混進一兩個害群之馬嘛 但是愛國運動 愛國群眾的主流是純潔的 是正能量的 當然你說這個邏輯呢 你放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 按照常識 它都應該是成立的 但是恰恰就是在中國大陸 按照共產黨的那個宣傳思路 他挑出一兩個個案 他就說 這恰恰足以證明 就是這種宣傳 是屬於某種精神控制 對於某些精神不穩定的人 有高度危險 有可能讓他走火入魔 誘發精神病 那麼現在 反韓的這個宣傳呢 大概也可以往這個套子裡面裝 其實我說這個話呀 也不完全是風涼話 我其實也能夠理解一些中國人情緒激動 因為在一種 聲音比較單一又比較封閉的輿論環境裡面 人的情緒就是比較容易被激發出來的 這是人性的一個缺點 人皆如此 並不是說就是你現在表現出這種情緒 那就真的是腦殘了 其實在足球場的看台上 我想球迷都有這個經歷 大家都會經歷暫時性的腦殘 在短暫的那一刻 你只感到有情緒需要宣洩 而且你被周邊的人 那種激動的情緒所帶動 在那一刻什麼思考啊什麼觀點啊 全都去你的 在你的頭腦中那一刻是沒有任何位置的 在這個群眾當中啊 情緒是有感染作用 個人獨處呢 反而相對容易理智一些 因此在這個大眾當中 他的傳播的觀點越多樣化 這個群體的思維越接近個體思維的時候 就這兩者之間的鴻溝相對小一些的時候 那麼人們受情緒影響的 也會小一些 那如果人們能夠接觸到比較多樣化的觀點 在他的頭腦中有多種觀點交鋒 他有一個權衡比較的過程 有了這個過程你會發現呢 人也容易理智一些 好這是講中國 那麼在韓國這方面呢也有新聞 就是在昨天 3月14號 最有希望勝出的那個共同民主黨的前黨魁 文在寅 就是在他們黨內舉行的這個電視辯論當中啊 他是說部署薩德是前政府的錯誤 這個消息呢 我其實是從環球時報的微博上看的 是環球時報的微博率先登出來的 在我錄這個視頻的時候呢 我還沒有看到更多的視頻資料或者文字材料 所以我並不知道他說這個話的上下文環境是什麼 其實在 早一天 文在寅在新聞發布會上還說過 就說他現在沒辦法表達 對部署薩德是支持還是反對 其實 文在寅呢 就是從今年1月份開始吧 我看到了關於他的報道 他幾次在媒體前的表 他的態度都是 部署薩德 應該留給 下一任政府做決策 就說他一直是一種比較模棱兩可的態度 是有條件的支持 和有條件的反對 而不是堅定的支持 或堅定的反對 那麼現在呢 環球時報摘出來這麼一句話 說 他講了 說部署薩德是前政府的錯誤 那麼我理解 說是前政府的錯誤也不意味著他上台 就一定會採取相反的舉動 因為從他過去的言行來看呢 批判前政府的錯誤 更像是指沒有把決策留給下一屆政府來做 從而給下一屆政府製造了難度 就是他一旦上台以後 這個國際環境 這彈性變小了 給他製造的麻煩變大了 那麼這和環球時報所期待的 把薩德都生米做成熟飯了 他也要把這一鍋飯都倒掉 這種做法呢 還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時間還有兩個月 其實不到兩個月就要進行 韓國總統的改選了 在這50多天之內呢 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這個全局的焦點 別看我們討論美國討論中國 還是韓國 全局的焦點 其實還是在金三胖身上 他會不會再搞一次核報 或者再搞一次遠程導彈試驗呢 或者他會不會做出妥協呢 他做出這些舉動 都可能會改變現狀 都會影響到這個排局裏面 其他玩家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再等一等看 我兩天前呢 是說 在韓國部署薩德這個事情 有可能生變 但是生變的機率比較小 小於20% 咱們現在即使把這個可能性 再往上調一點 我覺得也不會有超過30%的可能 因為當薩德進了韓國以後啊 你要再做出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就是下任總統 做出類似於反悔這樣的舉動 他必須要考慮美國的感受 你看蒂勒森這次出訪 他最需要確定的就是接下來對付朝鮮 韓國 日本必須和美國是在堅定的同一戰線上 只有這樣 他自己內部陣營 是 堅定的 一致的 朝核問題的壓力 才會轉化成為中朝之間的矛盾 如果下任韓國政府一上來就變卦了 又開始搞陽光政策 又把什麼開城工業園區 開起來了 又給朝鮮輸入資本 又幫助他就業 或者在薩德問題上又反水了 那麼這就等於給美國的 整個戰略拆台了 拆了別人的柱子 好這是講韓國 咱們再來看美國 在美國 13號星期一 蒂勒森 說他這次去中國呀 他是要謀求建立一種 結果導向的 建設性的中美關係 所以這個關鍵詞是很有意思的 這也是 蒂勒森比較明確的表達本屆政府對中國的 戰略方向 什麼叫做結果導向呢 其實這個話聽起來像是廢話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不都是為了達成某種結果嗎 有不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嗎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環境之下呢 我聽到這四個字啊 結果導向 我的第一印象是 他是表達了對前任美國政府政策的批評 和否定 也就是說 中美周旋了這麼多年呢 美國沒有達成他想要的結果 只是在虛應故事當中 浪費的時間 也就是 蒂勒森表達 他有明確的意圖 要尋求一些結果 結果結果 就是凡事得有個了結嘛 你不能總是談 你不能永遠在路上 對不對 那麼對美國來講 他想要尋求的了結 主要就是兩個事 第一是安全 那麼現在主要就是指朝核問題 從90年代到現在拉拉雜雜 是吧 這個朝核問題拖了20幾年 朝鮮核報一次 安理會就通過一個決議 然後制裁又沒有效果 朝鮮再核報一次 安理會再通過一個決議 那既然這些決議都沒用 你要安理會還幹什麼嘛 所以這個走到今天 除了中朝 其實 其他的 參與這個遊戲的人 都可以說是沒有耐心了 要了結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中國入市以後 就是 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 主要是對中國 中國這邊 單方面有利的貿易格局要扭轉 雖然美國一些大公司 獲益了 但是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來講 主要這個利益 還是在中國大陸這邊的 就是這件事情得了結了 新的貿易格局得形成 得把它辦了 李克強在 兩會上的講話中說 中美之間不打貿易戰 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翻譯成另一句話講 就是咱們有話好好說 你只要不加關稅 別的咱們都好商量 我是這麼理解的 而狄勒森此去呢 一個主要的目的 一個主要想要導出的結果 就是朝核問題 就是朝核問題 至少他這一次去 不能白去 得向前推進一步 而朝核問題的結果 只能有一個 那就是朝鮮 停止他的核計劃 那麼對於這個結果導向 這個詞聽起來 其實會讓很多人不舒服的 會讓人們產生一些擔憂 那麼可能有人會擔心 這個結果導向是不是意味著就 不講原則了 是不是有利於達成結果 過程裡面就可以做很多交易呀 是不是像 人權這種價值觀都不提了呢 那自由派的朋友 就會有這樣的擔心 那我查到是美國國務院 3月7號在記者會上做出的聲明 是說 迪勒森 國務卿此去 還是要敦促中國遵守他自己 和國際上的規則 並且在貿易 區域問題和人權 這些問題上 體現出尊重和公平對待的態度 他還是提到了人權 就至少他去北京可能人權 這事兒還得提一嘴 那麼更早一點 美國國務院的國別人權報告裡面 也繼續提到了中國人權問題 所以在這些明面上的場合呢 本屆美國政府 他還沒有 顯示出打多少折扣 但是自由派的朋友的擔心不會消失 因為川普畢竟 沒有在公開的場合 在人權方面 做出什麼明確的表態 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表態 所謂以結果導向 那還是有可能意味著在過程當中 會做一些按以往的標準來看 不夠正確的事情 其實川普 以前對關塔納摩監獄使用水行 就表達過支持 他認為 這個辦法也沒什麼呀 就獲得了情報 保障了美國的安全 保障了美國人生命 是吧 你放在一個更大的語境裡面看 這個也就是今天 蒂勒森所說的 以結果為導向 他覺得導出了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這個結果為導向 是好是壞 我們首先要看 他要導出什麼樣的結果 其次 是要看這個過程中 執政集團的道德底線在哪裡 那現在呢 迪勒森去亞洲嘛 他現在講這個話比較明確的 說這個結果導向 當然就是指 朝鮮無核 這個結果 那麼使用軍事手段 也是通向這個結果的方式之一 那麼為了阻止 三胖擁有核武器 造成更多人的 生命危險 那麼在阻止他的過程中 有可能 給另一些人帶來生命危險 那麼這樣的危險 是不是人們可以承受的必要之惡呢 這個確實也是需要考慮的 那麼這幾天關於 迪勒森的出訪啊 會有更多的細節出來 到時候我們再來詳細分析一下 今天就聊到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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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